哈喽大家好 我是艾尔文 今天来分享我看完这本书 暗池的心得 我建议就算你是对投资没兴趣的人 也应该听完这一集的内容 就当作是比别人更快知道高阶的尝试好了啦 多了解这个世界运转的方法 不会吃亏的 当然 如果你本身有在投资 却是第一次听到在股票上面的暗池交易 就更别错过这一集的内容哦 暗池这本书跟高频交易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曾经分享过的一本书 橡皮茶计划的作者Michael Ruiz 在他2014年初的书 快散大对决中也有提过类似的内幕 不过当时他是专门写高频交易 而暗池的作者更深入报道 催生高频交易的前因后果 以及后来为何未有暗池的存在 至于什么是高频交易 我稍后也会跟你解释 先来说暗池 到底是什么 有暗池就会有名池是吧 其实应该倒过来说 有名池才有暗池 名池就是大众一般所认知的股票交易所 买卖都是公开的透明的 我这里用一个比较接近生活的例子 来跟你解释 也许不够严谨 但足够你建立一个概念 假设你家附近有个现代化的菜市场 里面卖各式各样的青菜 菜市场的入口有个大型的电子看板 上面又列出每样青菜在每个摊位的价格 上面的价格是浮动的哦 每个摊位的青菜价格会随着买气上下的跳动 然后你就可以依据显示的价钱 选择到不同的摊位购买 当然你也可以因为跟老板的交情深厚 或者是对老板的信任感 还有对老板选青菜的专业度来选择 不过大多时候买青菜的人还是依据价格来买 对这个菜市场来说 青菜价格是公开的 各个摊位的买气也是透明看得见的 所以这个菜市场的交易就是名池 这个池就是交易场所的意思 那为什么还要搞个暗池 如果今天有个餐厅 青菜需求量非常大哦 会把菜市场大部分的青菜买走 买气就会因此疯狂上升 然后青菜的价格就会不断的攀升 这个对摊贩老板来说当然开心啊 不过对餐厅老板可就不开心耶 他买的青菜成本会越来越高 而且搞不好哦 下次摊贩老板一看到餐厅老板来了 哇马上就先把菜价集体调高 所以啊如果你是餐厅老板 你应该会思考 如果有个地方是既能公平交易 又不会公开大家买青菜的价格跟数量 那这样不就可以默默的买进 然后成本又尽量的压低吗 在这样的市场交易所里面啊 不会把青菜的价格用大型电子看板公布出来 也不会有人知道 到底是谁买了多少的青菜跟数量 而这时候大量买进的话 成本就会变低 交易就不透明不公开 这个就是所谓的暗词的概念 而在现今全球股票市场里面 特别是像美国伦敦巴黎这种大型的股票市场 就有名词跟暗词的存在 因为比如像基金公司这类的投资经理人啊 每次买进卖出的量都非常大 很容易就造成市场价格的上升 然后越买就越贵 原本基金公司可能是因为看到股票便宜而想买进 却因为自己的买进而最深的价格 股票因此变贵 那不就害到自己吗 反之想抛售的时候也会因为量太大而越卖价格越低 好到目前为止 有了暗词 听起来问题好像都解决了不是吗 但其实并没有 因为这只对人为操作有用 当用电脑自动化买卖的高频交易出现时 无论你的交易躲在哪里都可能被搜寻出来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什么是高频交易 延伸前面菜市场的举例 有一天你出门要买一把青菜 你身上带着100元 这个是你最多愿意买这把青菜的钱 而摊贩老板手上的青菜一把进货成本是90元 原则上老板只要能卖90元以上就赚到钱了 好你来到了摊贩面前跟老板商量之后 你们用了95元成交 老板赚钱你也少花钱 两个人都满意做成这笔生意 不过有一天出现了一个人 我们就叫他 姑且就叫他快银好了 快银用了某种方法先知道 你最高会出100元来买一把青菜 也获知老板的成本是90元 所以在你去到摊贩之前 他就先用94元跟老板买了这把青菜 然后再用96元卖给你 因为你跟老板都不知道彼此要出的价钱 所以对老板来说还是赚钱 对你来说你也是少花钱 但不对哦 如果你从上帝视角来看 老板可是少赚了一块 而你是多花了一块 而这两块就进了快银的口袋里 你会说啊 这有什么不对 快银只要合法取得资讯 做个价差买卖赚钱很合理不是吗 但这个在股票交易上 其实是有点不符合投资厂里 你想想哦 摊贩老板进货青菜来卖啊 是因为知道有人会吃青菜 而你买青菜是因为饭桌上需要不同的菜色 还有健康等等的 这两个都是需求 就像正常的股票上涨会需要公司获利来支撑 可是今天来了一个中间赚价差的快银 单纯只是用某种方法先知道你们对青菜的需求 然后在你们中间先一手买进再一手卖出 目的是要赚那个价差 跟有没有需求青菜没有关系 如果说啊 快银买进卖出的时间间隔很久 那还说得过去 就赚个波段而已 但如果它是发生在一瞬间呢 如果它是在知道你要买的当下 采用比一块的速度 先去用低价跟老板买进 接着在高价卖给你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一种经验 今天你到饮料店买果汁喝 点了一杯柳橙汁 然后店家就从冰箱里面拿出常见的罐装果汁 在你面前打开 什么都没有在做调和 就到进外带杯卖给你 然后卖的还比罐装饮料贵很多 这个当然是没问题的交易买卖 但心中很难不觉得奇怪吧 这个就是高频交易目前被人质疑的部分 不是在运用传统投资的知识 而是利用电子交易比谁更快取得买卖双方的资讯 然后一进一出立刻赚到价差 这里的更快是很多人都没想过的速度 从以前的一到两秒的快 到后来是只要快个一毫秒都差很多 现在追求都是微秒耐秒甚至是皮秒 我还真的没听过皮秒 而且也不要以为高频交易就是在投机取巧 里面从事的人都是毕业于哈佛 马森林工等的最高学府 精通量化分析 神经语言 大数据 机器学习 人工智慧 而且许多人都具有双重学位 博士学位 当然他们也可以在大企业取得成就 但在高频交易的世界里 有机会更快达到高成就 更快赚到一辈子都花不光的钱 有趣的是 为了能够在速度上 赢过其他高频交易的专业公司 大家现在不只比如何写出更聪明更快的交易程式 还要比电脑设备 能够组建出电脑速度越快的公司越有力 距离交易所越近的公司越有力 能够有直达交易所揽线的公司更有力 就像有的电信公司 还会专门去盖揽线 直接在地下从芝加哥直线拉到纽约 然后再把平关用上亿美金的价格出租给需要高频交易的企业 简单来说 这已经不是投资公司的企业与前景 也不是在乎公司到底获不获利了 这已经是电子交易在速度上的均被竞赛 接着我们回到暗池这本书作者想再强调的是 因为在名词里 交易量大的公司更容易被高频交易的城市给盯上 所以需要交易量大的人 或者是像基金经营人 就会转往暗池去交易 避开被当成猎物 让高频交易的机器人城市赚取之中的价差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城市被称作狩猎城市 但问题来了 有人又有钱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不合法的模式存在 书中就报导很多高频交易商如何跟交易所勾结 想办法比其他人更快知道市场的资讯 或是用交易的漏洞比别人晚出手 但还是可以比别人先买到或卖出 此外哦 暗池交易其实也并不是真的解决了问题 因为高频交易还是不断的在进化 越来越多聪明的人写出更厉害的城市 潜入暗池里想尽办法用速度来赚钱 总而言之啊 这是一场高手对高手的战争 一边是维持正常投资股票厂里买卖的经理人 想伴随着企业的成长得到利润 一边则是精通电子交易技术的人 用速度从中买卖活力 不过这些听起来 好像跟一般人大部分的人没有关是吧 其实是有的 而且就算你没在买卖股票都可能间接被影响 以下就是我的进一步新的 对我个人来说 其实我并不反对高频交易 因为这是电子交易跟科技进步下的产物 而且若是用合法的方式赚钱 没什么不对啊 况且有些高频交易是真的结合了人工智慧 跟机器学习的能力 在极短的时间内挖掘市场忽略掉的讯息 快速的抢进 或是预判短期的高点卖出 并非单纯的左手买进右手卖掉而已 再来哦 高频交易对大型基金 以及每日对冲交易的人影响较多 像我的习惯是以年为单位的长期投资 影响或许也比较少 但在我接触更多这方面的资讯后 我觉得这对多数人来说 真的是一团迷雾 之中会影响到的层面 也不是简单就能理解清楚 无论是不是长期投资 你这边少赚一点 那边多付一些 搞不好就像增加手续费的成本 长期的影响也很大 再来 其实投资 ETF也可能间接受害 因为热门的ETF就是大型基金的一种啊 而很多的ETF又特别需要注意持有成本的问题 长期下来0.5%跟1%的差别 磨损掉的都是真身实实的钱 同样道理 跟每个人退休都有关的政府基金也可能受影响 最后 高频交易商会增加市场的交易流动性 某种层面来说这被视为好处 但高频交易商彼此间的速度竞争 却可能加大股价的震荡 甚至发生像股牌效应的崩盘 而股市的表现 一旦崩盘 是会直接影响到民生消费 经济力道 还有政府基金的表现 说到最后啊 虽然这本书主要是谈发生在美国华尔街 跟其他国际市场的事 不过台股在2020年 也会有新的逐笔交易制度要登场 伴随而来的就是高频交易的获利机会 目前市场上也预估包括国外的高频交易公司 准备进入了台股市场 我这边就有几个打算观察的点 要分享给你 1.台股成交量会放到多大 高频交易因为是抢先在原本只有一次的买卖中间 拆分成多段的买卖 加上非常快的进出 所以成交量会放大 一旦放大 这在过往用筹码面分析股票的时候啊 势必要重新评估过去的一些资料 2.股价波动是否会变大 不只是小型股 大型股因为交易量大 反而是高频交易更喜欢盯上的公司 他们会不会因此股价震荡变大 3.未来台股有没有可能也发生闪电崩盘 美国稻穷指数啊在2010年5月6号几分钟内就狂跌快600点 也是高频交易之间快速的连锁反应 而台股会吗 当然我知道很多的前居之间都会被拿来参考 来减少以后发生的几率 也许之前发生过的后面都不会发生了 但啊我永远不会小看人类的创造力 每个人的脑袋 其实都有一只黑天鹅 以上就是这集的内容啊 留一个题目给大家想想 你能不能从今天谈的股票高频交易跟暗值的概念 去延伸到其他的投资市场 或是不同的产业结构 影响的层面有哪些 欢迎在下方跟我们分享交流 如果你喜欢这次影片 就帮我按个喜欢还有订阅来支持频道啰 另外频道里面还有很多跟学习成长有关的内容 别忘了点进频道看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我的新影片能够再次跟你遇见的机会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所以不妨就趁这次订阅吧 一起来学习成长 我是拉雅文 我们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